可能没有像Virua那么多了 通常是大部分的资料 我们来看这个EdgeLogal 那这个这个部分大部分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画面记录一下 OK好 那有关那个EdgeLogal 一般如果遇到EdgeLogal 通常会建议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复制之后 用那个什么 转置的方式 选择新贴上里面有个这个转置 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本来它的那个栏位名称 假如是在左边的话 那一般通常 我一般的习惯会把它用成转置的 然后呢 贴到那个另外一个范围 假设这样 它本来是横向的 那把它转置之后 转置等于是转了90度之后 那可以把它变相的资料 那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用Virua来查资料 那如果大家 如果假如你需要 硬是需要 就是有一些旧的资料 它的栏位名称还在左边 那当然你只好用EdgeLogal 比如说你今天这一题 假设我今天要查什么 CZ2的入库数量 那它的入库数量的话 假如这个地方的资料在另外一地方 那如果我要查的话 一样都插入函数 这边的话有一个用那个检视与参照 那一样找到EdgeLogal 按确定之后 那它当然一样也是会问我们 总共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查什么 那通常这里 假设我今天要查的是CZ2 我就打一个CZ2 特别注意 这个CZ2打上去之后的话 它不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加上双一号 所以如果你要查的是一个字串 记得前面跟后面 一定要自己再加上双一号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双一号 它会以为是你要查什么 CZ2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座标就往下跑了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table array就是指的是什么 你要查的对照表在哪里 那这个所谓对照表呢 就是不包含栏位名称的其他这个范围的资料 那再来的话要查到的资料是在第几 Raw Raw的话是第几列 那一样的到前面的话是 Vitro看书是第几栏 那这边的话呢是第几列 那第几列的话呢 基本上是以什么 以这个对照表的相对位置 而不是指说我们现在工作表的第几列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我要查回来的假设是 入库数量的话 那以这个对照表来看的话 这一定也是查第一列 那如果说我要今天带过来的话 是第二列跟第三列的话 那特别注意啊 这边的话就输入第三 假设我今天输入个三 这个在第几列的地方输入三 然后呢 Range Lookout 就是你要比对的模式是哪一种 是完全一模一样呢 还是找接近的 如果你输入零的话 就是找一模一样的东西 当然如果说今天没有CZ2 那它会找不到 所以如果你要找接近的话 那记得给它1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HVLAN或VLAN的寻找模式 不过我们前面有教过 上个礼拜教过一个叫Match Match它很又多了一个 它的那个Lookout的模式又多了一个-1 有没有 那我觉得Match反而在这个部分会比较可以有一些弹性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我们输入零好了完全一样 OK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帮我查出入库数量 查到的话是先入库数量 那跟着一下这个应该是2 第二列 然后呢 单价的话呢 那就是直接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直接再把这个公式贴上 那把第二列改成这个范围的第三列 这样的话它就帮我抓住什么 抓到那个单价部分 所以这个指的是如果你今天的栏位名称在左边的时候 那底下这边有一个提存率 那不过这个地方应该也是用 不是V6 是用HU稿才对 因为我们栏位名称是在左边 所以假设我今天要抓到65,000它的提存率 那这边的话有个Range 多少到多少 那理论上我们就可以抓到12% 那应该带过来 那所以呢一样的方法插入函数 找到检视于参照里面的HLOOKUP按确定 那LOOKUPVALUE就是这个销量 然后对照表的话呢 就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第二列是装饰的 那因为多少都它只会抓往下不往上 那这个TableRate当然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名称 然后第几列呢 这个地方特别主要应该是第三列吧 有没有 这个对照表里面的 它查回来的第几列 有没有 相对于 这边主要这个是相对于这个Table 里面的第几列 那查一定是查第一列 那带回来一定是第三列 那查询的那个模式的话 特别主要 Range入感 也是一样 如果是你今天输入0的话 那你一定找不到6.5 可是你今天 如果要找接近输入1就可以了 好 按确定 它会帮我抓回来的12% 那我讲过6.5相比较最接近的 这个地方看起来应该是 5万8没错 不过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不是6万 假设我们是这个Range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如果你把15% 假设你把它改成什么 6万001的话 那理论上有没有你按Enter 它应该会去抓到什么 抓到的应该是这个才对 最接近的 可是你会发现 我那边我之前有讲过就是说 它这个Range的那个模式 Range Lookup 这个E值的是什么 虽然是找最接近的值 但是如果那个值大于你现在这个值的话 它也不会帮你找 它一定是最接近它 但是什么 一定是小于它的 如果是大于它的 即便是它最接近 它也不会去抓那个最接近的值 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们是6万5 那理论上应该它抓过来应该是什么 最接近的嘛 那可是你会发现它最后按确定 还是12% 为什么 因为这边是找最接近 但是不大于 你大于的话 即便是最接近也不行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Match Match加Index 那Match里面就有个-1 -1的话就可以找最接近 而且是大于的 OK这个地方的话顺便说明一下查询的模式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 直接来看那个综合练习2 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练习什么 用名称的方式 去帮我们做查询 名称的部分 那上个礼拜 还有之前用了蛮多有关那个建立名称 尤其你建立名称之后 再配合一个F3 其实很多的 这个工作 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先把这个范例里面 大概要我们做的这 大概有7个动作 分别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它要我们计算的 这个范例把它做出来 不过这个范例特别注意是 在范例党里面的额外的 不是放一起 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个叫 综合练习的股票 比如说你今天分配股数 这个分配股数 是要去怎么查到呢 这个分配股数呢 是要根据这个人的业绩 去查他的配股数量表 比如这个人的业绩 他的业绩是1450万 那应该分配多少股票呢 不过这早期哦 像竹科啊 就会有这种 就是你业绩越好 可以配越多股票 好 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了 那业绩 比如说他的那个业绩大概1000 1000万到2000万之间 所以这个配股的数量 就要三千 三万五千张 所以你要把三万五千张找到 这个人的话是 业绩是八百九十万 所以你从这边查 他是两万五 不过呢 如果你一个一个慢慢 这样查的话 会很花时间 那有没有很快的方法 可以马上做出来 哇 这应该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用V的函数 就可以查得出来 其他还有什么现金鼓励 还有税率 税率的话是根据什么 这个税率表 他多少万 缴多少税 比如说他50万以下 就是6% 50万到100万 8% 那你必须怎么样 先算出他的现金鼓励 再算他的税率 那可是现金鼓励呢 怎么来的 其实就在这边现金鼓励 他这个现金鼓励 是一个公式 所以你光看到这个你就头痛了 原有股数 加上分配股数 除以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分配盈余 那如果说呢 哇你光看到这个你就头痛了 哇这怎么 其实如果你懂得利用什么 名称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 都可以利用一个按键 叫做F3 然后呢 你再配合这个底下 跟我讲的公式 一下就可以做出来了 底下其实都差不多 OK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V轮数的部分 稍微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 综合练习的第二题 那这一题呢主要的重点 就是让各位了解什么 那个 就是名称定义的部分 名称定义部分 那当然做完了 这边总共有五个栏位的资料 要我们去实作把它做出来 那做完之后呢 那做完之后呢同样的道理 那当然最好是可以的 一键完成 因为如果说你这些资料 经常性的 需要 做完之后 然后呢 下一次还要再用的话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 每一次 就是 增加两个按钮吧 一个是什么 计算 一个是清除 那就可以把旧的清掉 再产生新的 OK 这里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刚刚主要是 在把那个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那个 寻找与参照函数 里面的VIP函数 做练习 那等一下的话呢 会再看那个 综合练习的第二题 那这题的话呢 主要就是 第一个是名称定义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再把它变成VBA OK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